很多人都让我总结一下春晚的风口 说实话 我没有好好看 太无聊了 所以我看了一会儿就会打游戏了 但是呢 也隐隐约约的总结了几个关键词 什么冬奥会啊 航天航空啊 元宇宙啊 还有借钱 那我就简要的跟大家挨个汇报一下这些热点词 首先我觉得冬奥会是今年当之无愧的风口 冬奥会只是一个催化剂 它的背后呢 是大力发展冰雪运动 以及全民健身的导向 不是有句高屋建领的话吗 没有全面的健康就没有全面的小康 那么根据全民健身计划以及冬雪产业发展规划 2025年 体育产业的规模要达到5万亿 冬雪产业有望突破万亿 这一系列的规划预示着 以冬雪带头的体育产业正在进入黄金发展期 但是说实话啊 就这个产业在二级市场上的投资机会 我个人是不太看好的 因为在场馆建设方面呢 它的区域特征非常明显 几乎就是各地做各地的生意 毛利率也不高 而赛事运营方面呢 也没有找到很好的盈利模式 几个赛事龙头这几年的毛利率都是在下滑的 而体育用品方面呢 是非常分散的格局 竞争也很激烈 想要孵化出像安踏和李宁这种全国巨头 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而旅游观光方面呢 价格有点贵 根据这个旅游平台的数据 一次冬雪油大概要花7000块钱左右 我觉得也许未来冰雪产业能跑出几家千亿巨头来 但是我的能力有限啊 我暂时看不出来是谁 所以呢这个产业规模足够大 但是要不要现在投资 要好好琢磨琢磨了 然后呢就是航天航空了 我去年采访了几位首席分析师 听到的共识就是 航天军工板块现在是处在非常景气的阶段 但是我不太懂这个板块 因为它的专业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那如果您也不是特别理解这个产业的话 就建议谨慎一点比较好 产业整体肯定有前途 但是不适合买 这是另外一回事了 再然后呢就是元宇宙了 沈腾不是讽刺了一下元宇宙的炒作吗 说要搞一个Docking项目 结果呢真的有一个名字非常像的虚拟币大涨 然后我觉得呢 这个事其实并不是在对元宇宙进行全面否定 毕竟正式获批的元宇宙产业委员会都已经成立了 上海等地也已经出台了规划 要推动元宇宙产业有序发展 说明这产业是被认可的 但是这个小品提醒了大家 我们一定要小心那些打着元宇宙的名头 炒作圈钱的骗子 那么相比这产业呢 我倒是觉得借钱是个重点 你要知道能上春晚的都是比较典型的社会问题 五个小品四个跟钱有关倒是很真实 手头有钱的时候呢说笑话 手头有个笑话的时候说钱呗 听着电视里不断的借钱借钱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新一轮的宽松周期或许真的要来了